慈濟菲律宾分会大门 大家列队欢迎来自台湾13位慈濟大学的学生 他们是慈大的国际接待队成员 这次肩负重任 要在两天营队中 打开菲律宾与华人学生的国际视野 并且了解慈濟理念 他们站在台上有50分钟 全部用英文去讲课 对他们来讲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 要和年轻人拉近距离 动感进场是一定要的 大家没浪费时间立刻排练 我会开会然后会一起讨论 我们可以教什么 然后可以分享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去如何去影响他们 那透过这些活动 我想要他们学习的是 不是因为别人已经提醒 你要去帮助别人而去帮助别人 而是因为你心里面觉得 你有需要去帮助别人 慈大国际接待队成员来自台湾 大陆 马来西亚还有南非 第一次遗失海外举办营队 除了要吸取国际经验 也希望影响更多年轻人 看见自己的社会责任 培养出不一样的人生观 大陆新闻 蒋丽雅 王玉珍 菲律宾报道